主席韓國瑜在全代會之前跟您說 9月如果侯友宜的民調沒有起來的話 應該要有備案嗎 這件事情不是真的嗎 這是你說的吧 這是德媒體說的吧 剛剛我看到最新那三民調 我們已經追上柯文哲 現在目前我們跟賴清德的差距 已經非常小了 主席韓國瑜在全代會之前跟您說 9月如果侯友宜的民調沒有起來的話 應該要有備案嗎 這件事情不是真的嗎 這是你說的吧 這是德媒體說的吧 那個韓市長對於 整個國民黨的支持跟關心 是無庸置疑的 他已經是全力的支持 但是對於這樣無謂的放話 完全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我特別強調 韓市長在全代會前 就已經非常明確表達 第一他會來參加全代會 然後他在全代會前也跟我見面 那也都釐清了一些事實 包括韓濱 不會參選中正萬華選區 那另外有社會有製造惡意的謠言 所謂不分區立委 我想這些都是絕對不是事實 我也特別在這邊幫韓市長澄清 那包括全代會 韓市長會怎麼樣的來力挺侯友宜 他都表達得非常清楚 當然我們兩位一定老朋友相見 一定會對於2024的輔選 我們不管總統或立委會有一些討論 但是這樣子的放話 我覺得對韓市長是個傷害 也對現在提名的侯友宜 也是個傷害 那9月之後如果 何唐的民調沒有起色的話 如果要再演大聯盟 會考慮讓何唐當其他人的副手嗎 其實很高興的 我們自己做的內參民調 剛剛我看到最新內參民調 我們已經追上柯文哲 現在目前我們跟賴清德的差距 已經非常小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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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讓貪污腐敗 摩財害命的民進黨 在中國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先生的領導之下 下架民進黨 請再說一下嗎 這是唯一支持侯友宜 所以我們兩個到領導 到領導 過中華民國 過台灣 這個土土 所以很感謝 國營 兄弟 朋友 再度攜手合作 謝謝 今天來到這裡是 國民黨辦全國黨代表大會 等於也是國民黨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大活動 就像生日蛋糕一樣推出來 我們要許三個願望 所以今天在這裡 在全國黨代表大會 各位關心的朋友之下 我們也許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 希望中華民國國運蒼龍 人民能夠安居樂業 第一個願望 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的交流 和平的發展 海峽兩岸永遠不會有戰爭 第三個願望 本來應該受薪要放在心裡 那今天把它講出來 第三個願望 希望 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這次我們一定要下架民進黨 貪污腐敗的民進黨是摩財 現在把台灣推向戰爭 是害命 我們一定要讓貪污腐敗 摩財害命的民進黨 在中國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先生的領導之下 下架民進黨 這是我今天的三個心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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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